6月14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开幕,围绕平等、合作、发展、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主题,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共同就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交流研讨。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论坛上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人权模式,各国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必须也只能从本国的历史实际和人民需求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 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得到切实尊重。 全球人权治理,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国际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 一些西方国家,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的人权问题,到处充当人权的教师爷, 炮制虚假信息,对别国无端指责,干涉别国内政,遏制别国发展,导致多边人权机构,政治化和对抗性加剧,必须坚决抵制。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兆辉表示,为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基本人权, 中国一直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发展水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我们通过成套项目,技术援助,紧急救援,人力资源培训等方式, 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特别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民生,投入大,贡献多。 在开幕式和大会发言环节中,与会嘉宾纷纷表示,随着参与的成都日趋深入,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同。 我们们的顫毛病 Into respect to human rights progress in all countries, the national traits of each country are different, it is only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o proceed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和人们的需要 以为找到和感受的方法 去做人的利益 中国有一定的提升 在推荐和保护人的利益 在10年里 中国有实际上的变化 在国际上的领域 和其他声音 是更加担心的专业的专业 据悉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 共持续两天 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 论坛还将围绕国际合作 与全球人权治理 全球发展倡议与发展权的实现 全球安全倡议与人权保障 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全球人权治理 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等议题 分设五个分论坛 总统多年 未经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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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多年